茶花的养护 好多的话 我看现在这个季节 都开始买茶花了 因为茶花上市了 另外花期比较长 能够开到春节 但是在养护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像我这本茶花 是花友给我寄过来的 寄过来之后 我给它养了一段时间 给它换了一个盆 换了一个土 在打算寄回去 但是我发现 多多少少的 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 现在就是有一个叶片黄了 大家如果说出现 有一个叶片 像我手里边拿的这种发黄 我刚才一不小心给碰掉了 它这种是缺水了 看这个叶片能看出来 这种是有点缺水了 我准备给它再浇一块水 这是缺水的导致黄液 茶花一般黄液会因为这样黄 再一个就是 我这个叶片有一些卷区 就是伸展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就是一个典型 那就是缺钙 其实缺钙在一块的话 怎么理解呢 就是因为咱们盆土 还有咱们温度 以及湿度不太到位 导致这个钙吸收变缓了 并不是说你用的肥料 越多就越OK了 一定要空气温润一些 空气温润 就是你让这个茶花的一个叶片 处在一种很润的一个状态 山茶花 在山上的那种感觉 你在山上的时候 就是云里雾里 你看空气湿度它很划算 然后来点那种小山风 还不是很热 对吧 通风还很好 再一个经常下雨 都是南方 山茶花它长茶花 是吧 还经常有那种弱衰性 你说你要想达到这种条件 你养茶花能不OK吗 你很不坏 达不到 哎呦老 哎呦这个怎么办 卖给你啥都不行 我还卖给你一桌三头的 我还 是吧 你要了解这个事 这种出现了这个叶片的原因 我希望花手回去以后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就是多开一开加湿器 周围测一下空气湿度 尽量提高一些 没有条件呢 你可以做一个大一点的那种 哎 比方说那个塑料的那种 小温棚给它 那没办法吗 因为你像北方也好 怎么造也好 只要你空气湿度达不到 你只能这么办 我自己一点办法没有 我本来我想打算弄棚 弄个小棚来给它 我这个 在网上找了好几家 我没有看上的 然后最后呢 再给大家说一说 它的日常的养护 哎 有的话我这个老花姨 这个茶花用什么土 其实用土这一块 大家只需要把握一个什么呢 排水和透气就行了 茶花非常的耐贫瘠 就是不需要你吃很多的肥啊 肥要多了 倒不是什么好事 是吧 越来越了解这个事 然后呢 也不是说不吃肥啊 给点 然后我看到最近呢 茶花呢 它长了一树白毛 在我发过去之前呢 我好好地检查一下 这边长了一树的白毛 这种呢 就是一个白粉病 一些病女类的一个先兆了 像这种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像咱们在室内啊 通风达不到啊 阴暗啊 光照不够啊 它就这样子的 有的话说 这样怎么办 如果说你像我这样 刚刚发现 在前期的时候呢 你就给它剪掉 是吧 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 它就扩散 它大范围的都有 然后呢 咱们要给它立体地去治疗一下 也给大家同时地分享一下 那我还是比较担心 那个花柔 会遇到一些个病害 然后我再给它放一些 这种杀菌剂在里面 这个是小粉药 它是一个内吸型的 它可以扩散到植物的体内 让这个植物体内 本身具有这个药性 等到这个病菌再来 或者说虫子再来 吃搭的时候 病菌再来的时候呢 就会自己等于服毒了 然后呢 我待会儿拿的时候 我等不忙的时候 我就再对一下这种 多菌菱之类的 再给它稍微喷洒一下 就OK了 然后呢 本来是打算给它寄回去的 检查了一下 我怕到时候 去它家里面再爆发了 要不在咱们这边 再观察个两三天吧 我看上面还是 这个部位也开始有一些个白粉病了 我怕过去以后 它那边得病了 那这边也会有一些了 那咱们在前期发现的时候 比较早就给它剪掉吧 反正这一根剪下去 也不影响什么 就给它剪了 然后呢 把这种干枯的枝条 有的花友老问我 茶花怎么修剪 你把这种干枯的枝条剪了就行了 别老是让它在里面待着浪费地上 好了 其他的没什么事 然后有的话友呢 也是会像我一样 遇到这种茶花的一个病虫害 这种的话呢 没什么很高的办法 大家就可以用一些药物去防治 一个是这种小粉药 还有一个呢 就是小白药 直接撒到土里面就好了 一百天左右预防用一次 有时间的时候啊 你就喷点那种杀菌药 可以稍微喷洒一下 再观察一段时间 再给这位花友寄回去啊 麻烦花友再等一等了 茶花的一个养护呢 也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说大家对于养护茶花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说有遇到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拍一个清晰立体 完整的照片发给我 我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好好地诊断一下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护茶花的一个公表 送给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好看什么